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這邊先簡介一下Android Capital 它是一個美國矽谷的這個西輪的創投公司 那它主要投的就是營收的規模在這個 1億美金到這個5億美金之間 或者是它的估值在這之間的新創公司 那香港公司雖然在台灣比較少 但是是有機會的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講 如何從這個台灣的機會切入到這個 結合矽谷的技術加上台灣的技術經驗跟市場 來做這個新創的募資 所以我這次從香港回來 那香港很多的地產商他們其實有很多的資金 那目前整個地產商跟家族辦公室 都在討論一個問題就是 現在的地產已經達到了高點 那很多的有錢人或是資本方 他都想要做這個避險的這個動作 但這個動作卻是不容易找到 所以他需要找一個抗疊性比較高的 什麼是抗疊性比較高的標的就是 健康跟這個農業 因為每個人都會生病 特別現在是高齡化 高齡人口越來越多 代表這個高齡的醫療市場是越來越大的 第二個就是農業 也不管是這個中國大陸或是全球的人口 他是越過越多越來越增長 那食物的需求也是越來越缺少的 所以在這個醫療跟農業這兩塊 會是現有的這個趨勢 但台灣的廠商或台灣的新創 要如何能從這個趨勢裡面跳脫出來 他就必須要選得比別人更漂亮一點 那結合了這個台灣的優勢 包括了IoT 包括了5G 雲端的運算 區塊鏈的生產履歷 這些項目結合進來 加上台灣生產製造的優勢 他就能夠炒出一盤比較吸引這個投資人的菜 那我建議第二個就是台灣的創業者 他也需要觀察這個全球的趨勢 特別是在美國或是在中國大陸 得到天使輪資金的這個創投公司 這些公司其實天下的武功都是大同小異 就是說大家思考的都是 要解決問題其實是差不多的 但是也許微快不破的話 你就需要資源整合的能力要比別人快 那你也需要了解全球的商機 所以我建議可以看這個美國或是中國大陸 有關於大健康跟這個農業的這些項目 特別是早期的 那你把這些項目吸取了之後 抓到他們的這個市場需求 然後再結合當地台灣的優勢 不管是這個雲端IoT 或者是軟硬整合的優勢 把這幾個結合起來之後 他就能夠推出可能跟美國或是中國大陸 接近的產品在同樣的時間 那你不一定要去打美國或中國市場 你可以反過來去打日本市場 韓國市場或者是東南亞的市場 因為大家的時間是一樣的 那你進入市場的領域不同 你就能夠取得這個先行者的優勢 這個是我的建議